也會把它錄下來 那本來是貼到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裡面它都沒有記錄 所以我把它放在教材 教材裡面的話這邊會有個超連結 那也就每一次上課每一次上課 第七次上課上個禮拜的東西這邊有個超連結 那你可以把它點擊開來 這邊就有一個 那這個當然上個禮拜的東西 其實難度又會比之前來的更困難 可是實際上上個禮拜的東西也是 在那個就是102APP的基礎之上 我們再加上去的 所以如果你前面102APP部分設計有問題的話 那後面問題應該更大了 那主要的話有幾個可能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可能我要新增頁面 頁面部分的話呢 你要看總共會有幾個頁面 那包含它有四個景點加一個首頁 所以基本上它的架構一定是一個HOME HOME下面的話呢會有四個頁面 所以你大概 我們上個禮拜設計好像是一個HOME 然後底下的話會有一個Page1234 那再來還學會什麼呢 包含就是說一個List View List View裡面的話呢 把那個List View做出來 不過List View的話呢 我們還需要跟之前做的有區隔 那所以呢我們希望做出來的效果有點類似像 像這樣子 這個List View 那這個List View的話呢 基本上我需要怎麼樣可以把像這樣List View做出來 前面的話呢 只有做出那個List View 但是沒有圓角 所以這邊的話第一個可能要怎麼樣把這個圓角給做出來 那其實這個做圓角也非常簡單啦 裡面只要設定一個叫什麼 Inset 等於True就可以了 那把它調整一下 另外的話呢 上面會需要一個這個上面會需要有一個好像一個 那個項目的標籤在這上面 所以這個項目標籤的話呢 其實也是先輸入重要景點嘛 然後把它的屬性改變一下 它就自動會出現有這樣的一個標籤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再把這個顏色變更 這個上個禮拜我們主要有講到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底下我們針對那個什麼呢 這個Map就是做一個影像地圖 這個地圖的好處就是說 假設你希望讓使用者預先知道一下 那個這個地方的景點 大概有哪一些比較重要 你可以利用像這樣的一個那個地圖 那這個地圖我想你們將來如果你要 我有講過一個變化題 今天可能要請各位把這個變化題也給做出來 綠島 所以不是做綠島 而且你可以做一個你熟悉的地方 那一樣呢你在那個Google裡面找一下相關的圖 如果是還找不到呢 你是不是可以用那個Google地圖 Google地圖至少你把它可以縮放 縮放完之後呢 可以做拍照 然後上面也許你可以再增加一些景點的位置 像這邊總共有四個景點位置 那我們這個Map的部分的話就是你可以把那張圖圈一個圈圈 再做個超連結 比如說綠島機場連到Page1 所以你這邊的話就設一個景Page1 景Page1 然後可以連結什麼 連結到綠島機場的那個頁面去 那這邊的話連結都跟上面的Servive一樣 只是差別是說上面是一個清單 下面是一個地圖 那當然呢 將來你的這個做法 其實也可以還可以再做一些調整 也許你這邊可以做比較詳細的 清單裡面可以更多 不見得一定只能有四個 也許因為清單裡面可以放比較多個 它如果說超過的數量 它會設定可以捲動 那頁面的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做一些主要的 這個是第二個 這個是地圖的顯示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底下會有一個那個 這個叫NetBar 叫導覽列 那導覽列裡面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呢 做出也是四個 那這個地方導覽列怎麼做 上個禮拜有提過了 那再來的話 上禮拜比較重要的 最後呢 還有再針對什麼 每一個頁面裡面都做一個回首頁這個圖示 回首這個圖示 那好像還有一個部分是 把那個導覽列做完之後 再把它複製到每一個頁面 所以你會發現每個頁面這邊都有 那每個頁面的上面也都會有那個 回首頁的這個圖示 這是上個禮拜我們比較重要的相關功能 那另外呢 那請各位就是針對106APP部分呢 也做一個106APP的一個變化題 那這個變化題呢 你可以自己找一個 你比較熟悉的一個景點 那稍微針對這些景點 把剛剛講的這些效果 包含就是說 地圖 跟導覽列把它加上去 那至於就是說 你那個 位置呢 上面下面呢 其實你可以做一些微調沒有關係 那只是說呢 你這些項目呢 你找一個 你熟悉的景點 那當然你可以Google一下 那個景點裡面 相關的說明 網路上應該可以查得到 如果找不到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 因為如果你熟悉的話 你可以自己做一些介紹 比如綠島機場 然後 裡面的話 可能會需要什麼 一張圖 所以至少那個景點 至少有一張圖吧 那這個圖當然最好 如果可以的話 你自己去拍照當然最好 如果實在是找不到 網路上如果有的話 那你可以先拿來用 OK 然後其他的話 請點介紹 諸如此類的 就是把106APP的相關設計 再做一個變化 再做一個變化 那 我們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 比較重要的一個流程 稍微說明一下 我想 以後呢 如果你要建立一個手機的APP APP的網站 第一步一定還是先要開啟這個Dreamweaver的軟體 然後記得 一定要先 在網站裡面先新增一個網站 那當然呢 我們 如果要開啟上個禮拜做的東西 我是把它放在 低碟裡面 有一個106APP 不過目前這個是上個禮拜做完了 當然如果說你將來 你要做一個變化題的話 你也可以新增一個 比如說 一個資料夾 那這個資料夾的話 可以是什麼呢 可以是那個 那個經典的名稱 不過我講過 盡量 不要用中文的 為什麼 因為 將來 我們要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那個APP的時候 你放到Phone Gap上面 那就會出問題 所以也許你可以 自己再想想看 比如說哪一個 哪一個名稱 比如說叫 AA 類似像這樣一個 一個地名好了 那盡量也許你就把它翻成英文吧 然後英文名稱 再來的話 你一樣 就是直接指向它 去做後續的事情 那我們上個禮拜 大概就是 1 先把什麼 106APP 我先把它連結回來好了 網站名稱 網站名稱 指向那個 我們的那個 低碟底下 這個資料夾 一樣把它選起來 所以這個對應到這個 路徑 那這個路徑有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後面有個斜線 有時候你選取的時候 少這個斜線好像 結果也會出錯 OK 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斜線指的是根目錄 指的是這個目錄裡面 按儲存 那主要你會發現 你的右下角 它會做一些變化 這個右下角就會幫你把 你之前做過的練習 全部都帶出來 那當然裡面的結構一定會有image image就是圖檔都放這裡 那JQuery Mobile 是裡面需要的韓式庫 那index.html 就是你的首頁 那當然我們 之前做的練習都放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把它點開來 那一樣我們把它做分割 分割完之後的話 記得把那個 我的設計模式改為傳統 這兩個一定要做 前面在102APP也都有做過了 我們只是把這個動作在一定 因為這邊電腦會還原 所以每一次可能你都要再做一次 那再來就是針對我們需要的 這一相關的東西做一些設定 包含就是說我們的那個這個 這個是上個禮拜講到this view 那裡面的話當然記得就是說 你要先加入這些四個項目 做完這個項目之後的話呢 記得再加上什麼 加上項目符號 那你會發現這個項目符號 其實它是UL開頭 然後LI的這個開頭跟LI結尾 那這個指的是一個項目 一個項目 那後來我們有再增加一個重要景點 不過重要景點 如果你要讓它變成像 像這樣的一個形狀的話 主要是把重要景點這個地方 改成那個標籤 這個標籤在這邊 標籤四窗裡面 JQ Mobile 你只要選取這個重要景點的時候 把這個重要景點這個地方呢 主要改成叫做List Divid 主要關鍵在這裡 這個改成Data Role 它是一個List Divid 那它就會幫我把這個東西呢 變成是在上面的標籤 所以List Divid 實際上指的就是上面的那個標籤的名稱 那其他的話再分別 針對那個綠島機場一直底下 部分先把項目符號加上去之後 下方的部分呢記得做那個超連結 把這些超連結全部做完 然後這些我想分別做完 List Divid 跟Map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Netbar 那Netbar的部分的話呢 做完之後呢再把它複製到底下 因為你做好一個之後 底下如果要一模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把它點 點擊 假設我把它貼上去 它會自動在每一個下面都會出現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希望讓這個Netbar固定在下方的話 我最後好像要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必須針對這個Footer 點選這個Footer Footer指的是業尾 它這個Data Role是Footer的時候呢 記得把這個Footer頁的部分怎麼樣 它的那個Data Position 就是它的位置一定是改為Fixed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改這個效果Fixed的話 你會發現它這個位置 預設是沒有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如果Delete掉 然後綠島機場我看 我看把這個也 假設如果你沒有加這個Position的話 這個也沒有沒有加的話 那它會怎麼樣呢 剛剛會固定在下方 可是現在如果把它拿掉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停在下面這裡 你必須要捲動才會看到 綠島機場也是一樣 它會停在這裡 它不會固定在下面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固定在下面的話 記得選取Footer之後 把這個Data Position 把它改成Fixed 那這個底下也是這樣 每個都一樣 所以內BAR做完之後 記得改了不是改內BAR 是改那個Footer Fixed就可以了 那你在即時看一下 你會發現 點選它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調整到正下方 那回首頁的話回來 但是另外有一個我覺得 好像上個禮拜有漏作的 就是向下捲動 向下捲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上面的什麼呢 上面的那個夜首 奇怪它不會固定在上面 所以如果你希望 夜首也固定在上面的話 其實做法都一樣 你可以選取這個夜首的地方 選的時候特別注意 點這邊好像會整個 會是Data Road 整個Page 所以我建議是選什麼 我記得選這條線吧 點一下 有沒有看到 那什麼時候才確定 是不是選對 你可以看到那個Data Road 是不是Header 底下是Footer 那上面這個就Header 指的是夜首 那一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Header的Data Position 改成Fixed 那你會發現 剛剛即時的時候 你如果向下捲動 那綠島機場會往上 會看不到 那現在的話會不會呢 往下捲動一下 你會發現有沒有 你捲動呢 它也會露出來 往上呢 它也會露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多一個Fixed 這個效果 它就可以讓你把夜首 跟夜尾都固定在 正上方和正下方 這個效果其實還蠻重要的 如果那個App看起來會怪怪 它奇怪什麼 一直會被擋住 如果你用Fixed的話 基本上呢 它就不會被擋住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 可能講的比較重要的部分 那至於細節 我有把那個相關的細節 都放在我們雲端上面 這邊都有每個步驟的詳細說明 甚至底下還有一些相關的那個程式 其實你可以比對一下 看有沒有少哪些東西 像同學可能 比較容易做錯像內BAP 一定要放在DIV的後面 有同學是什麼 把這個放在UAL的後面的話 那就會產生錯誤 那這個部分我想請各位 稍微把它回顧一下 然後上個禮拜的影片這邊也有了 所以有些細節我上禮拜講過的 我就不再贅述了 那請各位也許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重點稍微回顧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一樣呢 重新建立一個新的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 算什麼 旅遊的一個APP 那個旅遊景點 應該算景點的APP 找一個你熟悉的那個景點的APP 然後呢 利用我們類似106APP的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建一個相關的旅遊的那個一個景點的APP 那裡面的話可能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景點裡面 這個 當然你的景點 數量也不要太多了 否則的話你那個清單 會放的比較滿 不過這個可能你可以再自己調整一下 另外的話 還需要一個地圖 所以地圖上面也可以做超連結 反正主要是你看一定會有首頁 那底下的話呢 看你需要幾個景點 比如說鹿港 鹿港這裡面有幾個景點 你可以把鹿港的地圖先找到 然後呢 針對這幾個景點 你可以也是一樣 插入那張圖去做超連結 那你可以想想看你要介紹的景點有幾個 那一個的話 像我們這邊的邏輯很簡單 第一個就Page1 第二個就Page2 一之類推 所以請各位把這個 那個延伸的題目 那個景點的地圖也許再想想看